十位受刑人向父母奉茶 表達孝道 誠心懺悔 台北監獄家庭日 与慈激合作 舉辦親恩好聯天 把愛找回來 孝親感恩活動 桃園慈激志工以戲劇 呈現75歲的王同學 殺人入肩服刑的故事 五年來他用行善 為被害人祈福 五十位受刑人參與金藏演繹 反觀自省 服刑七年的王同學 感謝過去家人 無怨無悔的陪伴 志工用愛幫助這群浪子 期待能迷途知返 成為有用之人 大愛新聞知識美志工 黎明如 黃瑞芳 張清禾 桃園報導 哲